长得又高又壮 从四岁以后到青春期前的儿童 因为成长甲状腺素与生长激素的分泌 每年长高四到六公分 但关键因素是 必须在正确的时间睡觉 原来上就是十点前要入睡 然后十点半要熟睡 那因为熟睡之后 十一点到一点这两个小时 是我们每天分泌生长激素的黄金两小时 对 所以十点前一定要入睡 在深夜熟睡可以帮助孩子长高 专家表示每天的生长激素 大约有八成是睡觉时分泌 两成必须靠运动 尤其可以让孩子多做弹跳类的运动 在我们的古板的成熟 就是发育终止之前 事实上我们的成长空间 都还是可以期待的 包括跳绳 一天可以多跳个几次 第二个可能跳高式的运动 包括排球 篮球这一类的运动 都非常鼓励的 女生从十岁 男生从十一岁开始一直到十五岁 是青春期发育的重要阶段 除了要注重睡眠与运动 而且最好在晚上八点以后 避免吃淀粉和甜食 八点之后如果摄取这些含糖的水果 或是淀粉 它会刺激我们血糖上升 那血糖上升之后 你晚上就算十点之后有熟睡 它十一点到一点的当下 如果血糖偏高的话 那生长基础分泌的量也会减少 此外专家也提醒 高油脂肌加工食品 会影响人体荷尔蒙 让孩子提早发育 进而造成股龄超前 生长板提早关闭 要尽量避免食用 大海新闻蔡平衣李明华 台北报导 上人行早 今天一整天停留在屏东 有一场非常温馨的座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育